大家好,決戰中環 又到決戰中環時,不過又要道歉,不好意思又慢了開波 技術問題,我們不斷改進了 但有些事意外難以避免 你會發覺今晚鏡頭看不到女王,但女王,跟大家打個招呼 Hello,我今晚聲演了 Foresover? Foresover沒錯,大多個現場的 我們腦裡有兩把聲音,一把通常都叫你做壞事 那把聲音很多時候都說話 那些通常都是我說的 另外一把就是阿仰,這樣阿仰就不要了 你不可以這樣,你會內疚不行,會被良心譴責 然後蕭公就說,瘋了,以戰論戰,當然要做 我每天都要面對你們兩個把聲音,敲我腦裡 所以女王覺得她的樣子比較潮水,所以不想上 讓我們搞到她的樣子潮水了 當然不是,不關我,我哪個本事搞到她的樣子潮水了 其實大家會有無限的聯想,如果這樣說 我其實就是因為這間屋,我搬東西 潛坤大樂意 我搬到連樓下的看間都走上來,嘩,是你狗鬥的樣子 我發現那些配置有一點問題,大家可能鏡頭看不到,我看得很驚心動魄 就是女王有一瓶金魚,就放在一個貓籠旁邊 那隻貓現在對著那瓶金魚,就傅視擔擔,來喝你 我們馬上拍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我拍了,待會可以發給大家,很可愛,不過我不知道金魚會不會會害怕 那個不是貓籠,是貓的豪宅 是貓豪宅,是山頂豪宅,是雙層豪宅,是雙層豪宅,不好意思 沒有龍的,是貓豪宅 所以變成了女王,由於見君大樂意,就搞到那些貓群魔亂舞 所以我們遲了一波,非常道歉 但今晚的主題都跟貓有關,跟小動物都有關 先說這件重要的事情,政治稍後說不重要,一定會說,但是先說這件重要的事情 香港你都知道,不時發生這些所謂弱貓事件 最近大陸又發生一個,因為買了貓要退錢 不滿意,寵物店當然不給退,不給退,就馬上殺了貓 就放在那間寵物店門口 漏了一個最重要的事情,不只是殺了一隻貓,只是把牠剝皮,氣絲門口 這些真是心理變態,當地公安介入了 不過就不是因為他虐貓,因為大陸沒有這種虐待動物法 他有保護野生動物法,但他沒有虐待動物法 即是虐蓄不犯法? 沒有的 有人提過說,立例對貓狗屬於一些比較文明的 但香港有的話 香港一向都有 香港在英治時代已經一向有文明 這些屬於文明社會的表現,但是偉大祖國這方面一直都 很偉大地盡守他的優良傳統 你自己看看玉琳的狗獄節 世界文明 世界文明,其實全國很多地方新一代都很不滿意這件事 但他做官那些仍然堅持不肯取締這些恐怖的活動 令整個國家的形象,其實是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 不要說大陸那些只是我們覺得比較差劣的地方 就算你自己看回香港 一個這麼高發展水平的社會 在善待動物的法例、判刑、文化等方面 都仍然是非常有效的 有其中一個說法就是香港大陸化 尤其是近年收到很多意見 就是關於這個 以前香港有一個機構叫做防止藥速會 後來改了名叫做愛護動物協會 但是接著就是不停地拿小動物去人道毀滅 就是愛人道毀滅動物協會 我覺得有供求問題 最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多動物去人道毀滅 就不是愛護動物主動去搞人道毀滅 主要是那些人亂買寵物 然後恥亂中氣 就是玩一陣子 或者是送給女朋友 然後一扔煲就連貓狗都扔掉 每年就數以萬計進去那裡 還有很多被人扔了出去的 流浪狗通常就是命不久而 流浪狗的生命力相對強些 但是遺數也真的不少 所以這個愛護動物協會 就是他殺動物殺得多 他本身處理動物的政策是落後的 但是最嚴重的問題是那些不負責任的主人 是因為社會氣氛不同了 那些人真的很輕易棄養動物 以前也有,但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多了錢買 多了錢賣 多了錢賣不是借口 多了錢賣就是責任感真的弱了 責任感真的弱了,沒有辦法 而且他們當是一種毛弓仔 你喜歡買回來 是有生命的 他們沒有這個責任感 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這個責任感 我亦都見過有些年輕一代 我們經常說年輕人 社會需要他們改革等 但我亦都見過很多 他們對寵物、對動物的責任真的弱 買回來就這樣,就扔給媽媽 他媽媽肯跟他照顧就沒問題了 但有時候真的照顧不到的 還有我發現老人家和年輕人 對動物的看法也有些不同 例如我和我媽媽這樣算 大家有眼睛看,我很疼我的貓 我的動物 但我媽媽還是停留在老一輩的中國人的概念 即是覺得他們是畜生 他們是髒的 人都養不了,要不要養動物 不可以說是新一輩 我覺得當然一方面是這個時代的不同 另一方面是教育的不同 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 我們是當他們是子女 即是親生子女 我經常講笑話 這麼英俊是基因好 誰不知道不是你生的 但我們真的當是親生 但我媽媽覺得是動物 你怎會這樣對動物 是髒的 是畜生 所以在他們眼中 其實就像廣西、玉琳那群人 我不是說完全一樣 情共不同 都是背脊向天 即是他跟他們的分別 就不同於我們喜歡的愛惜的分別 我們是不會理解到怎樣可以吃貓狗 因為我們當他們是子女 我們覺得是敏滅人性的行為 但對他們來說就是動物 即使你不當他們是子女 所以基本上香港是傳統 我不是傳統以來 即是一直以來 基本上他們動物都相對友善 即使我不是當他們子女才算 起碼會尊重生命 這是跟英國的文明 英國的教育是有關 我們看看亞洲 即是東亞地區 文明水齡最高的 我們都不會反對 一定是日本的 日本我們看看他的貓狗 世界頂級 沒錯 最落後的東亞地方 對貓狗是最差的 你說南韓現在韓風 蝦韓很厲害 韓韓仍然是繼續吃狗肉 不過他吃狗就沒有那麼公開 不過蝦韓的女生 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想起這件事 他們還會繼續蝦韓 似乎韓國新一代的年輕人 都不像老人家 一定會吃狗 所以說你有沒有普世價值 又不敢說 還是否普世價值 相對來說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人的文明 基本上是會為及其他生物 即是你是尊重生命 你不僅僅是尊重人的生命 你希望尊重生物的生命 所以中國人幾千年前都會說這句 君子遠刨柱 不是說真的殺人殺生的問題 而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古老十八代 即幾千年前都有些事情 即是測癮之心 測癮之心 即不是說那些人是否一定要齋戒 不是這個概念 而起碼是一個相對來說 人性化的表現 就是看到這些有生命的東西 你都不會無緣無故傷害他 這些文明水平的東西 現在香港有很危險的一件事 雖然不是說那些人主動約束 但你氣養那一刻本身的動作 已經看到你對生命 真的不太尊重 而且現在已經一直有人都知道這個問題 氣養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有一個需求 去買寵物店買這些名種的貓狗 而在繁殖的過程其實都很殘忍的 例如那些癡性的狗、貓 被迫不斷生產 結果生到他們很痛苦地死去 而他們的子女亦都會被賣 賣完之後 如果到負責任的人手上 當然也會比較好 如果到不負責任的人手上 他們很容易變成街貓、街狗 現在繁殖貓、狗、寵物那些 他們要領牌的嗎? 賣賣要領牌的嗎? 其實我兩個兒子 我兩個兒子都不是磁牌的磁牌 雖然牠的貓是比賽種 獲得很多獎 但我相信牠本身並沒有磁牌 因為牠都是在住屋環境裡面 其實是三隻都是磁牌的 因為更加不想在寵物店買 寵物店呢? 我聽到的版本 當然不是每間都是這樣 但是聽到一個我覺得蠻可信性高的版本 就是牠們營業時間裡面 會給一些興奮劑 給貓、狗 吃藥 或者加一些飲品 讓牠們打針 或者給牠們粉 什麼都好 讓牠們彈一下彈一下 就會掌握著 讓牠們經過的客人 當牠們好像是聖誕廚式的燈光 一邊閃一下彈一下彈一下 那些人就會走過來看 看就有機會種 如果牠一天到一刻在睡覺 那牠病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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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牠們的動物反應 都知道正常情況 讓牠們不會彈一下彈一下 我相信去光顧寵物店 大多數都不太吃得看 所以你真的持牌的飼養員 或者持牌的寵物晚 照計牠最基本的醫學常識 都不會亂來 最重要是賺錢 其實我覺得是三個梯次 第一個梯次就是 本身其實牠並未必一定有意欲想養寵物 但可能男女朋友在拍拖 蜜月期 吃完飯經過寵物店 即興 即興 沒錯 看到很可愛 然後女朋友說 哎呀很可愛 可以沒有 然後男朋友為了驚喜女朋友 立即買了 這些就是我們的子女 第一分手的子女就被棄嬰 這個很可憐 第二個梯次就是 牠是在隱世不知在哪裡 我小孩子 現在鏡頭前面黏著我 一個原因是 現在我要背後 背後 背後鏡頭 背後鏡頭 背後鏡頭就是 因為如果我坐在鏡頭前 牠不斷地亂來亂去 即是上兩集的節目 即是禁室 和這個如是我問 他被聽眾罵 他說可不可以放下 我好煩 煩 但我放不下 因為我放下 牠就走上來 我放下牠就走上來 小朋友是瘋身的 是一個很小的 說回來 因為牠剛回來 不夠一個月 什麼都要抱著媽媽 抱媽媽 正常 作為養貓的人 你看到貓是這樣的 是不會抗拒牠的 因為貓很少 是這樣的 無論如何 我還是不夠一個月前 在Breda帶牠回來 去到差不多羅湖 遠到 是一個人的住宅 即是一些村屋 我只問牠拿了地址 我會google map search 牠都說不用了 這裡是沒有地址 寄信都不到 即是有一個統一的油箱 在外面還是怎樣 OK 即是在村口拿信 對 正確 這一種 令牠的困難多了一層 可能買的人 是真的很想要的 而不是 就在剛才那一層 經過impulsive shopping 你真的很喜歡這種貓 你做了資料 你上網找了很久 你等牠剛好有一胎 你reserve了 那個時間 那個過程 其實是一個篩選 篩選了 其實不是很有心 真的想買的人 是真的想養的人 寵物店就真的非常好 因為牠真的廚窗形式 希望吸引你來即興買 另外現在也提出一樣 就是去澳湖動物業會 這些地方領養 牠什麼品種的貓狗 有多漂亮都有 很誇張 很誇張 其實澳湖動物協會 雖然我們有對牠很多批評 但是真的要這麼多動物來 即押著儲存 牠不殺的話 牠根本就沒有地方可以去 所以也希望 任何人在棄養之前 你都先問一下自己良心 牠對你有感情 不是感情那麼簡單 而那個小動物是依賴你的 不是感情那麼簡單 責任問題 責任問題 小動物又來了 責任問題 其實顧問你喜不喜歡牠 這是生命 很頭痛 這件事 生活不簡單 身邊也見到越來越多人 會領養 領養是好的 收留留浪媽 領養反而好 是第二次機會 好像比較出名的那位 何國榮 收養很多流浪狗 已經養到老到死 老到死 有爆瘡 牠們不是說有錢 但是養那麼多隻狗 吃機更多 這些風氣 這些風氣 很值得鼓勵 也很值得讚賞 不容易搞的 因為貓狗已經算小事 大嶼山都流浪牛 西貢都流浪牛 還要命 很巨型那些 其實都是生命來的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些不涉及到空間的問題 因為其實無論是西貢 或者大嶼山 因為我自己對郊野這些地方都比較熟悉 香港其實有一個世界罕有的特色 就是在郊野有過千隻牛 水牛大概是兩百隻左右 現在好像又減少了一百隻左右 黃牛大概八九八隻 八八到九八隻左右 加上一千隻多些 牠們非常非常溫馴 亦都可以近距離接觸 你摸牠也不會 原本牠是在這個農場 本來是農夫 然後農夫棄養 就不是真的棄養 讓牠沒辦法生存 因為牠有草有水 還有牠生活在那裡 牠原本就生活在那裡 已經可以自由自在 農夫不捨得送牠們去屠國 我不耕田 下一代又不願意耕田 就放牠們去 送牠們去湯牠們去牛扒 對 即是放生 他們的牛是合群的 就會合群在一起 有水有草 又沒有天滴 沒有獅子老虎來攪牠 那就沒問題了 那就生了 遺養天年 現在見很多牛 其實已經是這群奸牛的下一代 因為奸牛老的已經死了 但是因為城市的發展 又是要建屋 又是土地問題 為了利用土地增暴力 這些牛的空間越來越少 我告訴你 香港大嶼山的水牛 背澳有一個特色 就是全世界罕游 他們會集體到海那裡洗澡 你只要保留時間 拍照也挺好玩 但你可以去問一下大嶼山的水牛協會 有個協會是照顧牛牛的 你可以去打電郵問一下他們 什麼時候他們會下水洗澡 我記得好像有個協會是照顧牛牛的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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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他們會數牛的數目 也會知道每一隻牛的特性 牛有沒有受傷 他們都有義工 有義工 但就會有些惡徒 特意去傷害他們 用刀斬他們 為什麼 心理變態 他不是為錢 也不是為了想吃 總之他是為了想發洩他那個邪惡 對街貓街狗很多都是這樣 阿山最近這個基里地道 很多次又放毒藥去毒狗 很多時候是毒狗的 很變態 真是超級混蛋 香港你說文明才算 還有陰暗面 我記得蕭公前幾集說過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女人被侵犯 侵犯過的人不是因為那個女人漂亮 真的 是因為他們覺得我不需要這樣付出代價 我可以下手 所以他對著貓 說狗最弱勢的 我最好 警察又不會理會 他就是專欺弱勢 警察不理會 說要上動物警察 很難 上過街很多次 不理會 總之發現動物屍體 找人拿走就算 叫做魚龍柱 魚柱更變態 我五年前已經寫了一篇 叫做馬鈴山童 那裡 馬鈴其實在香港 也是一個大的特色 全世界沒有 你可以很近距離 接觸馬鈴 馬鈴不會傷人 被馬鈴說會傷人 那些全部對馬鈴完全 一點形式都沒有 我經常見這麼多馬鈴 在我身邊走過 從來沒有被馬鈴動過 被他搶過的東西 但馬鈴絕對沒有傷人 你拿一束招 看他怎樣對你 他搶而已 但他不會咬你的 他想吃 但其實你經過 你也會見到 很多時候馬鈴會受到 很奇怪的傷 就不是打架 說馬鈴有部落戰爭 會咬傷 不會咬到耳朵 我都見過 但有時候 你會見到他們的傷 應該是有人故意弄傷他們 有些義工 關注動物的義工 他們看到馬鈴被人綁 已經閃閃一息 幾年前他們說 這些是馬鈴打架 馬鈴會養醒綁人 綁自己同類 他們有孫悟空出來 或者馬鈴進化了 加法之後 這些是爭著眼睛講答 總之我不要理 離譜得這樣 而且前幾年也有一段 有大陸的人 肯定是大陸的人 來香港拖馬鈴 捉馬鈴之後 在他的喉嚨插一刀 然後拿馬鈴回上面吃 當野味嗎 又是野味 有行山客發現 我很留意這些人 我經常行山 發現了之後 報警和賀子 他們就把一隻馬鈴 想引開人 就扔了一隻馬鈴出來 頸是開了孔的 有些鏡子也拍了照 在護戶處也沒有什麼 不過那時候 警察也有做事 因為我後來看到 多了開電單車的警察 在城門水塘 金山一帶 有馬鈴出沒的地方巡邏 但是至今 仍然這些是沒有什麼 受到制裁的 因為他們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最大代價是2014年 順天穿藥貓案 有幾個混蛋就踢傷了貓 重傷到 那些貓 人家作了一個名字叫阿Miu 就要人到毀滅 結果判了他16個月監 最後減刑到12個月 還有我有印象有一個廚師 他是在廚房裡面聽到一些LL聲 然後他就看到一隻貓仔 很小隻的貓仔 他就打算撿起牠 可能撿起牠是打算放在牠外面 不要妨礙牠做事 但是貓的本能反而他就捏牠 牠很小隻的 出生也不久 他一捏牠那一刻 廚師大怒就扔牠落地 然後扔牠兩腳 然後把牠扔到垃圾桶 就被他的同事看到 他的同事就報警 後來這個也是成功入罪的 但我不記得判了牠多久 但牠就有喊哭 說牠也是一時的衝動 但也是弱速 但你一時的衝動 就結束了牠的生命 這些不是一時衝動 這些是混蛋 你脫了去 是一個自然反應的貓 貓掛起你 是嗎 這隻貓掛起你 是你嚇到牠 你脫開自己 這也是人的自然反應 但你扔牠 第一隻扔多兩腳 是心理變態 你不可以用這件事來開脫 所以判了牠不是社會服務令 我記得是比較重一點 香港雖然說要弱速 小部分人都可以成之化 但始終你如果對生命的價值判斷 還是這樣 難聽說要滑波 早晚也是大陸化的 最近有兩個新移民 我不敢說全部大陸的人都是這樣 因為之前幾年 北京都有人 因為一隻狗 經常被人滅狗 然後上街示威 是中國歷史上 第一次有人為動物權益上街 權益上街 其實都是有進步 但進步情況很慢 但仍然有很多 一些思想未開化的 來香港 吃貓肉、吃狗肉 最近有兩兄妹 因為這樣被過 但我忘了判了多少 隻貓已經死了 所以他們打算用湯來吃 被人發現了 被人拘捕了 但這些入罪的都是相當少的 我覺得很disgusting 沒有別的形容詞 很令人噁心的地方 現在並不是以前 那些農耕社會 很難才有些肉吃 因為資源不夠 因為太窮 我爸爸媽媽年紀大 我媽媽都說他小時候 豬油拌飯已經很好 但現在已經脫離了很久了 中國已經富起來了 很多人都很有錢 包括你剛才說的 那對兄妹來到香港 他們不會是沒有食物 如果你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 你見到一個死屍 或者是在西方叫做road kill 被車撞死了 擺在那裡 你拿回去處理 有受爭議的地方 有人說好 有人說不好 但是 你供應是 你不是主動傷害他 第一 第二就是 你資源不夠 大家能夠理解 但現在已經遠離了 這個階段太久 他最令人討厭 也覺得是喪心病狂的地方 就是 他們是因為那種迷信 認為保身 其實很傷心的 怎麼會是保身 為什麼現在還會有人相信這些 你有了錢 但你的思想 腦還沒開化 只能夠這樣 只能夠開化 你物質豐富了 可能很短時間 但你的腦要開化 是幾代人的事 沙士不是就是這樣爆出來 沙士就是果子 你胡亂吃野味就補身 然後 源頭是 有個專門湯果子 以及湯其他野味 混在一起 就是 洗牌 廚房 湯這個人 就開始 將東西傳出去 就是這樣 這樣也來 根本你就應該取締這些東西 大陸就不會做這些 野味市場很旺 這就是文明程度的問題 最變態 有這些東西 你香港的官 應該呼籲所有香港人 不要去吃這些 我想他們有空教國民教育 也沒有空教德育 他們不敢說這些 以前的英國佬 有一樣東西是公民教育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不過 現在有國民教育 我也看到一些 比較有進步的現象 又不是全部沒有 就是野豬狩獵隊 近年出沒 就是警察發牌的 打野豬的機率 是少了很多的 甚至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激起的民憤太厲害 事實上 就是 野豬狩獵隊 也不是說 它原本是錯 但是 蜜換星兒 你是說幾十年前 當還有人要耕田賺食 而那些肥豬豬 去吃那些番薯 搞得沒有什麼靈日的時候 這個情有可原 明白什麼叫狩獵隊 現在不是的 第一 除非你說那些豬豬 現在是咬爛你的貨櫃場 的車輪 你怎麼傷害農民 我想像不到 我也沒有記錯 近年都沒有聽聞那些農民投訴 野豬去騷擾耕田 騷擾耕田的那些 是賭泥頭的那些 誰去管你賭泥頭 沒有啊 縱容你賭泥頭 但是泥頭不管管野豬 開槍扮他一扮 我覺得其實要開槍扮那些泥頭車 都不錯 應該要 破壞農地 就是這幫人 應該就是 很簡單的概念 野豬是什麼事 野豬吃了那塊番薯 你那塊田沒有問題 可以再種那塊番薯 你賭泥頭 賭完泥頭 你真的差都沒有了 你的農夫 血本無歸 所以不是說 社會進化到某個地步 那些人是有醒覺的 有一次沙田 也是前面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警察發牌給他們 去打野豬 說附近有野豬 就插槍出來 結果那群插槍的那群野豬 就在附近的街坊圍 那群野豬 在那裡 沒有什麼 沒有煩氣 然後整群人圍著他們 不斷罵 結果他們 被迫要收隊 他們現在也慢慢明白 我也有寫過文章 罵 你們那群人 這麼精力 還要自己出錢 出力去打野豬 你就找些正經事做一下 對 他們也知道現在 例如舉報一下非法 談到的 他們也知道現在 公眾形象越來越差 要拿警察牌 或護署牌 一來 不是公眾形象這麼簡單 又是那句 物換星儀 以前有所謂農耕時代的需要 真的有些鼓勵 要吃得尊重 免費為民除害 當時真的 不要說是害蟲 民生是有衝突 但時至今日 你保育都來不及了 其實社會變了 很多事情都應該要變 但希望整體來說 尊重動物的權益 會維持到 不說改善 至少可以維持到 這個標語 那些動物機構 改得很好 可以不愛 但不要傷害 他在這裏 他有他的生命 他做自己的事 你覺得他討厭 譬如貓是會叫春的 他覺得很煩 但這個是真的他的 怎麼說 他是本能 他是本能 他原本是叫春的 未有人女之前 這個是自古以來 未有人女之前 他就叫的 對不起 還有很多時候 對動物的 未必真的想傷害他 但因為他對動物的認識 是無知 以為動物會隨便傷害 那隻狗會不會咬人 怎麼會咬人 我在山邊經常見到很多山狗 從來沒有咬過我 他向著我肺 我也不怕 因為他 你進了他的地盤 是你的問題 我只要在他面前 站在那裡 他知道我沒有惡意 他會讓我過 我試過被那隻狗狗 狗狗攔著 為什麼一看就知道 狗狗狗的特別巨型 怕你來爭女 不是 我看到他向他攔著 不讓我過 然後我靜心看看他到底做什麼 因為很反常 正正狗狗見到人去避 然後我看到 有跳水的聲音 原來 他那群人在那裡跳水 小孩在那裡玩 天影迴暖他們跳水 這是奇境來的 他那群小孩在那裡玩 對 但他要在那裡把風 他怕你去傷害那些小孩 沒錯 他在做危險事的時候 他作為後煌 他要在那裡盯著 然後他見到我沒有惡意 就放我走 完全對我一點傷害都沒有 所以 我們增加自己多一點的認知 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很多很無知的人 聽眾都知道 我做私房菜 我寫得明白我有貓 我寫得明白 如果你怕貓 或者你對貓敏感 你就不要來 我的食物很好 但它不值得死 但都可以有人來到 我有說過的之前 例如是一台六位 你看得出新光頸漂亮 還有他之後說的那些說話 你已經知道他的家世背景 即是住在建立地城的那些 很離地的那些 沒錯 但可能是種植度的那些 不知道 總之他的問題 已經是建立地道 他就是問你 因為我這麼巧 我就說 你們喜歡貓多好 然後 他說 都不是喜歡的 不過OK 這是媽媽 即是奶奶 然後他說 哎呀 但我媳婦大肚 牠不見得貓 為什麼不見得貓 然後我就說 我說 我不怕的 我是誤會 他說 不要了 不要了 我叫我兒子和我媳婦 不要過來 那你回覆那兩個人的錢給我 然後我就 那些東西都煮了 準備了 我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戴肚和貓有什麼關係 接著 他下一個問題 我就一堅離地的地方 他就說 你有沒有第二間屋可以擺貓 嘩 不是第二間房 是第二間屋可以擺貓 我聽到這個屋字的時候 我就說 哇 張嘴巴看著他 其實你知不知道 今時今日香港人的生活是怎樣 你是不是有很多間屋 就是問 為什麼你有沒有第二間屋可以擺貓 我覺得你每隻貓都有間屋 聽眾不知道我們說 但我們有一片牆 有很多間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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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隻貓都有間屋 整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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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前後花園 有露台 現在這一方面的觀念 我覺得越來越受身一步接納 我看到很多貓義工 幫街貓 給他們在街上安全地生活 或者幫他們物色主人 以及餵牠們 另外會幫牠們去捉獄 捉獄 捉獄之後就會捉獄 讓牠們不會在外面生那麼多 我們很多時候在公園的花草蟲 都見很多這些 我現在晚上都常見很多人在餵貓 那些貓會認得牠們餵牠們 看到我們這些沒有餵牠們會離開 不理會你的 對 那些什麼人在什麼 終點來餵牠們 完全知道 因為餵牠們不止一個 下午有哪一個來 夜晚四點幾天有哪一個來 夜晚入黑有哪一些來 他們這班人 風雨不改 上次你都說 你的聖城都見到不知小動物 對 牠們養貓來自暑 最神聖的聖食園頂子附近 都隨便餵貓 小動物基本上是一個很健康的生態 我覺得城市跟牠們完全沒有衝突 絕對沒有衝突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城市 牠是可以容納很多種珍貴動物 而且數量和品種非常多 我們舉個例子 你最近的可以看到野山的葵花鷹帽 就是白色 頭有個黃色 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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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슬・ någon・鱗小鷹 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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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其他雀鳥 老鼠就不少雀鳥是有八甲鳥 老鼠就不用吃了,這些高級的 如果沒有這麼多物種去餵養牠們 牠們怎麼可能生得這麼多麻鷹呢 所以香港這方面,北天獨候 八幾年的這麼高度發展出來 竟然還有這麼大的生物群 發展還發展,英國的綠化都做得好 四成交易的公園 很多人誤會了,以為有些樹就等於綠化 兩個不同的概念 令到它保持原本的樣貌 你才可以有生物鏈存在 其實這不是鄰近地區的發展 以及香港發展 他們完全不明白 有些人等於綠化了,不是這樣理解 有可能很大的對比 很大的對照 他們的鄰近經濟強國 他們的發展是沒有退路的 其中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揭擇而餘 他們對自然資源 自然環境 完全不會有任何尊重 這就要回歸中國文化 我們要認識中國文化 成語叫網開三面 成湯幾千年前 又是古代的東西 我們要認識中華文化才公 快點說一下中華文化 成湯看到一些人民 即是雙朝的總統 開國君主 看到人民圍著四邊 讓魚全部收網 去捕獵動物 不是魚說的 是綠 總之是一些動物 打獵的時候去收網 圍網 他說不行了 渣都不能停 網開三面 你只要捉一面 另外三面放牠們走 現在這種發展模式 是嚴重違反 中華傳統智慧和精神的 所以就是說 你要認識中國歷史 撞鬼 每個人都變成反賊 那就是 你要認識正確的中國歷史 每個人都變成反賊 妨礙著發展 影響經濟 也不是GDP 香港還有一個最過癮的 發展和保育要平衡 他平衡的意思是說 不要多說保育 要多發展 發展的意思是 搞地產 搞炒樓 搞炒地 搞團地 這些就叫做發展 這些就是破壞經濟 所以看起來很少是一件 對貓狗的態度 看起來很少是一件 但其實就是 反映了你那個 城市文明的水平 絕對是 反映了你那群人 明不明白你自己的生態環境 我們看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的 西歐 荷蘭這些 其實你自己一看 為什麼他那個動物友善政策 要做得好 因為他是要造就一個文明社會 又或者你反過來講 也可以 他本身高度文明 所以他能夠立到這樣的法例 而國民又會進走 雙負雙成 雙負雙成 但是最慘的是 學好三年 學壞三日 最害怕就是這一刻 所以為什麼 我就是怕那個滑坡 那件事 如果年輕那一代 學不懂這種尊重生命 那個敏感 感受的話 你外面加些什麼 硬規定給他 指引、法例 那些外在的東西 是未必有那個效果的 你是要發展自己的價值判斷 是一個教育過程 但是這些很漫長的東西 這是很過難度的 英國的疑風契族 都花了很多時間 英國人除了動物之外 你想想 就算他對人的疑風契族 都花了很多功夫 當年十九世紀 希尼斯想廢除妹仔制度 結果那幫華人商界 華人地主等等 都嚴厲地去抵制 結果希尼斯都沒有辦法在那時候推行 直至上個世紀初 才慢慢廢除 因為那個疑風契族的時間 相當長 對人都要如此 對貓狗更加要多 但一退步 就真是 學壞三天 以現在的GDP發展足夠 可能學壞三個小時 我們這一集就講這個保育 其實老實說 特首跑馬仔 都講過很長時間 等下可以留下很少時間 可以再講 明天還有過癮事 全民就是明天過癮事 但我們未進入那個話題之前 我覺得有件事 很多人其實未必知道 即使他很愛護動物 但有件事是一個行業的黑暗 一個很大的黑暗面 但它是被遮蓋得很好 因為市場壟斷 當你有這麼大的市場 這麼大的需求 你有這樣的能力的時候 你的確是可以隻手遮天 那我講的是什麼呢 我講的是貓狗糧糧食供應的市場 你留意一件事 其實大部份養貓狗的人 都是買貓狗糧的 而貓狗糧 你不在燒級市場 可能是比較 似一級 沒有那麼好的 你去寵物店 也是看到貓狗糧 甚至去到獸醫 都是貓狗糧 其實動物 是不是先天吃這種乾的糧食 一定不是 吃餅乾的 我們可以想這件事 但大部份人未必會想這件事 因為它買的時候 寵物店已經跟它說 它吃這隻糧糧的 它吃了沒有穿 沒有辣 沒有痛沒有性 讓它繼續吃 簡單一點 因為是乾 對方便 打開 倒進碗裡 換水便可以走 適合現代人 但適合你的生活模式的同時 它是否適合動物的生活模式 動物本身是否在這個構造 很多人沒有想到這部分 因為覺得 它好地地 肥肥伯伯 但是 如果你看回頭 其實有一些documentary 我看了之後很驚嚇 就是一些愛心爆棚的獸醫 走去揭發行內的黑龍 到底狗仔在咬的骨 它有個名字 我再看 我放在我自己的圖片上 我可以分享回《決戰》中文 Rawhide Rawhide Chew Toy 即是狗仔咬的 黃牙的骨 它不是真的動物骨 它是鮮鮮韌韌的 大部份的狗爸爸媽媽 即是主人 不知道它是甚麼做 其實是皮革的副產品 皮革還皮革 皮革是副產品那一回事 沒錯 它是經過大量的化工原料 震驗、飄 很長時間 然後批了它出來之後 再把它用膠水捲起來 我有條片放上去 其實很多年中 不論是歐洲、美國 還是世界各國 很多的狗 是因為吃這些 Rawhide Chew Toy 而死的 因為 chemical 和因為裡面的膠水 它裡面其實是很毒的 有幾樣東西 之前你記得 有人在美國 買了一些動物的飲品 狗仔 是大陸製造的 那些死光了 被蓋住了 是 08了嘛 你記得 是嗎 他一樣是說 他拿了不同的證書批文 他裡面說 他的 formula 是經過獸醫的 三罪清安 Exactly 其實同一樣的東西 好了 再說下去 那為什麼 那些罐頭 可能不是乾的 那為什麼那些罐頭 寫著 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你想一下 他說到 他又說 上湯 吞拿魚 牛肉 雞 為什麼 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因為裡面有很多 的additives 加了下去的東西 根本是不能吃的 嗯 對不對 就是他裡面有很多 譬如說現在我們知道 吃蝦有鑄膠 增加重量 對嗎 大閘蟹打蟹王 也有鑄膠 再來 其實那些罐頭裡面 有很多我們先不說 它是不是最好的quality 廢話當然不是 但是它裡面有多少這些 其實你吃了 你會懂得告它 但是那隻動物 不懂得告它 嗯 所以就是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背後的原因是在這裡 而我說那個獸醫 我可以分享到 《決戰中環》和《forum》的項目 就是獸醫一條片 它是exposed了行內 而最果然的地方 就是它找回那些大的貓狗糧生產商 那些品牌 它們是不願意回應的 根本不肯答 工業化 但其實我就不鼓勵吃這麼多這些貓狗糧 我覺得其實你煮飯 你就給點飯 給點菜 心酵意要小心 因為我家裡有貓狗 我小時候也知道什麼 因為它們的食物 跟我們有一點點不同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添加劑 不是說不健康 這些鹽、油 其實在自然的食物鏈裡面 其實沒有那麼充沛 我們為了人的口味 其實加了很多我們自己適合的口味 這些小動物其實是不適合的 所以反而就是我媽媽才算 正如初胎 不會買這些變態的食物 煲湯的豬骨 不是有碎骨會噎到它那隻 大隻的豬骨 就給它羊咬 給它連牙仔 那些很鈣質 骨膠圓 對它們很有營養 九點天生的嘴巴 就是這樣 那些天然的食物 就不是煲完湯才給 兩回事 而是說你起了牛骨 真真正正是 自然狀態都是會吃的東西 而不是煲完湯 變了很多鹹 很多鹽 很多油才給它吃 不是那隻 貓也是會吃魚 你不要讓牠偷吃魚 例如說 起碼 我媽媽很過癮的 他在街市買魚 就多搭兩條魚毛仔 都是新鮮的 那不是人吃的 not for human consumption 就不是說人不能吃 而是魚毛仔 基本上不是很有價錢 雜魚 其實很多這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其實如果你是魚市場也好 街市也好 有很多時候 有很便宜的雜魚 一盤一盤 通常會拿回去煲湯 煮魚翅膩 其實經濟價值不高 人家都不是買到貴 你很便宜的東西 其實貓已經吃得很開心 很自然一樣的吃魚 這個真是開正我的題 如果有養貓狗 其實不浪費 有很多東西可以給牠吃 其實我是很想說 我之前一直都在想 我可不可以拍一個Facebook Live 去說這件事 今天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可以說 一個難館 如果不喜歡貓狗 會不會悶到抽筋 不好意思 你想想 第一 貓狗本身 野外的時候 他的祖宗 狼和貓科類的獅子老虎 他們是吃什麼的 記住他們是牠們是牠們 牠們本身不是牠們 牠們吃肉 牠們會吃草的 牠們會平衡 牠們的牠們是狩獵者 牠們會看到動物 好吃 牠們很肥 然後咬 咬完之後就吃了牠 你留意 這是什麼 第一 這是一個完整的動物 第一 牠不是 animal by product 牠不是人類吃完 牠是吃新鮮的 然後周邊的副產品 毒素最多 人吃不要的 例如雞官位 或者外國人不吃的 鳳爪 總之是營養價值不高 或者是賣不去的地方 先拿來中碎 拌入糧 這是餅乾 你怎麼看到牠們是什麼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就是牠是撲去一個動物 牠吃的時候是留意什麼 牠是生的 生就是牠沒有經過烹調 牠不是熟的 第三 牠是生 牠沒有煮過之餘 牠並不是乾燥 所以現在我們給貓狗吃的那些乾糧 是完全違反常態 即使你給罐頭 牠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牠是熟的 大家就說 其實剛才蕭公的提議 買一些雜魚回去蒸熟給牠吃 不用蒸熟 真的不用蒸熟 這個我有意見 不蒸熟又不行 有些貓的腸胃未必頂得住 是要freeze 還要frozen 為什麼呢 其實就等於 時不時大家都會看到三文魚 有蟲一樣 怕牠不衛生 那些寄生蟲進了牠的肚子裡 就狠狠了 吸收了 那些蟲就肥了 貓就瘦瘦瘦瘦瘦 野外牠們早先都是這樣 所以life expectancy of wild animals 就相對短一點 但我們其實尊重牠們自己本身的飲食 第一是魚毛飲血 沒有加防腐劑 生育 沒有煮熟 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在家裡 煮熟都不會傷害牠的 OK的 牠不大傷害 但都是不好 我解釋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牠們本身的長度 不是用來吸收一些煮熟的食物 如果牠們要吸收煮熟的食物 那就是牠們要消耗體裡的酵素 M signs用得更加多 煤或酵素是同樣的 高難度的 這些貓真是 所以其實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一個日本醫生 叫做辛谷宏實 發明長度內規的醫生 牠們一直說的酵素飲食法 是對人類的 就是為何被一些發酵的食物 例如麵豉湯 牠最喜歡麵豉湯 對 德國的葉菜 還有納豆等等 這些發酵的食物 對人是好的 是因為牠們幫你補充酵素 牠們有些友善的細菌 對 例如我們吃乳酪 這些都是裡面有酵素 有益生菌等等 其實貓狗牠們 因為牠們的 diet 沒有我們這麼寬 牠們沒得解釋 牠們簡單很多 所以我們盡量不想消耗 牠體裡本身所有的酵素 所以如果你讓牠們吃熟食 或者吃乾糧 問題就是越來越 complex 當然你說熟食 熟的魚貓 或者熟的雞 牛 是會比乾糧好 但是更好的 就是你把生肉 冰凍之後 給牠們吃 這個是更好的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多說兩句很快 譬如我的貓 今時今日的我 就真的像貓所說的 你先養到自己 我現在終於 我終於養到自己 但牠有教訓你 沒有教訓 是 我做到隻狗的時候 牠們就在 牠們認養一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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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到隻狗 牠們認養一隻貓 牠們就說要用心 然後我就在這樣做事 對於牠們 我現在不是說 因為情況條件各方面好 牠們是很浮誇的 如果我把牠們吃的東西 告訴別人 那些人就會說 怎樣啊你 我都沒有吃那麼好 譬如我只是製造牠們的零食 我是有鴕鳥肉 雞胸 牛 牛筋 用她是磨螺 接著 chassis 還有鵘민 三文魚 很恐怖 龍利柳 很老會吃鵘鵝 鶴魚 焰肉 這些都是我用 Burger 烘鍋的肚蠅 對 另外下 他們煮飯是怎樣的 就是剛才的肉 其實是牛肉 雞肉 其實你說你瘋的 你這麼複雜的東西 不是的 就算你平時煮菜 都是頭頭眉味的 其實那些小動物吃得那麼不太適合 總之你煮熟 還未加味道久之前 是不是很瘋狂 老實說 我媽媽還種的貓 還種壞 我都未有雞翼尖吃的那個年代 現在經常去吃那些雞翼尖 炸了雞翼尖 我媽媽以前去那些店舖 當時沒有人要的 當作下藍 整包雞翼尖買回來 街邊好像餵給貓吃 貓會吃雞翼尖嗎 對 吃得很爽的 我媽媽有心思 為什麼呢 那些貓雞需要吃骨 但牠不准貓噎到 牠買了軟骨的雞翼尖給貓吃 貓和狗 為什麼狗可以咬到硬的骨 貓不可以咬軟骨 因為貓科動物下額是不能阻礙 狗可以左右移動 狗可以左右移動 所以構造不同 令到狗動物咬硬骨頭 貓不咬硬骨頭 咬合力就好很多 但變成牠就缺蓋了 因為牠像一條魚或一隻雞翼尖吃 你不會有這些給牠吃的 所以我媽媽心靈手下就找了雞翼尖 你會有骨頭吃 但軟骨又不肯定是死貓 所以你留意一下貓的舌和狗的舌不同 貓的舌是粗糙的 牠很多釘 牠是舔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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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牠要吃骨頭之間的肉 就不可以像狗一樣咬掉牠 所以就要用舌去舔 狗犬科動物的舌就滑很多 因為牠可以咬掉骨頭來吃中間的肉 所以人對動物的態度 深刻真的影響到我們的文明水平 你不只是關心自己這麼簡單 你周遭的生態環境 其他生物也好 你不只是當牠抱著石 你懂得了解或者尊重生態環境 而且阿楊經常見過郊外的保存要求 不只是攔著牠 種棵樹 不是這樣理解 變成那種生態 香港得天道真是寶地 阿楊只是略舉一二例子 其實如果有一件事跟強國比較 我們絕對不弱 你就數一下野生雀鳥的種類問題 我不是說數目嗎 種類問題 其實中國是佔了中國的三分之一 香港佔中國 香港佔中國的三分之一 因為香港的郊野保育得可 很多中國的候鳥 他要飛來香港 中國南方太多地方破壞了 周圍有人打野美 你不怕 或者你不打野美 你都沒有地方讓他們落 或者會中入霧霾窒息 所以他一定會飛來香港 越來越多 中國大陸的候鳥飛來香港 其實從來都是香港是一個候鳥的必經之地 可以這樣說 都是人民幣的必經之地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莫哥說錢不錢 只是生態環境 野生動物的多樣性 甚至土生動植物的多樣性 香港絕對是一個一流的國家 香港絕對是一個一流的地方 國家 是一個一流的地方 大家真的要值得關心 全世界都很難找到別的地方 所以說回那件事 本土的朋友也純粹是發自於這種內心感受 將香港真的像我這樣當成一個國家 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辦法 的而是你理解你的環境 向外擴展你的生態圈的時候 你的認同就不只是對於人那麼簡單 對於自然生態、花草樹木、空氣、流水 很多東西自然都會是一個Biosphere 是否能理解一個整體 我們行山行到邊界附近 前面全部是石四深圓 北面全部是石四深圓 這邊全部是綠色圖 我們用衛星圖一看 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 這個所謂天堂就很過癮 不用衛星的 我們回口自己過關就知道 很過癮的 的而且還有很多人 看到那張照片是會笑的 居然是笑香港落後 愚蠢 是很過癮的 有些人看到那些閃閃的高樓大廈 現在才叫現代化 看到綠色一片就叫落後 什麼世紀 很簡單就回答他 你住工廠的宿舍就是石屎 有錢人的房子後花園就有綠色 就是因為 不要說是英國人 香港人已經過了那個進化的階段 我們所理解的就是可持續的生態 而不只是說你要賺多些錢 盡快買高樓大廈 可持續不單只是生態 你只要那個郊野水土 林木保護得好 你那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 一定是強過一些石屎森林的 你只是看看現在這些氣候難民 你已經知道什麼事 要蜂擁下來香港 或者一口氣 你自己的水土全部都有毒 空氣全部都有毒 你的可持續發展可以去到哪裡 就算你說可以很持續 你個人過的生活 是不是幸福感去到多強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就是與其說 你真的多費唇舌 要搞什麼加副國民教育 意義完全不大 反過來你真的學英國佬 教好一些公民教育 你想想英國佬 了解一下自己如何做一個好的社會出來 你看看英國佬戰後 這個不行的 蕭公子 因為如果你做一個公民教育 他有公民意識 那就很嚴重 因為你要記住 鄰近的偉大領袖 習主席是七不講的 普世價值 民主民權 我也是想做些事 有踢爆 你貴想事是另一回事 我都要講他們的難度 你可憐習大大一回事 我就可憐香港小朋友 自從我講完上一次 廢式佔領區議會之後 都還要想一些新竅 其實這個所謂愛護環境 愛護動 是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 你如何 有人說 你如何落地 本土概念 其實就是從你的生活落地 你如何建設一個香港人 值得自豪 或者如何建設一個香港人 值得愛惜的社會 其實有很多出發點都可以做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裏我真的要講 就是講了虐待動物 就是一般文明和理性的人 正常的人都簡單一點 是不會將自己的憤怒不滿 宣洩在動物身上 你不會加害動物 而得到快感 但是如果會這樣做的人 你見到千萬不要當不關自己的事 有一個網站叫做 Daily Partition 如果我沒有記錯名字 在上面你會見到很慘 其實那是一個不滿意的網站 因為每天就有不同的 Petition 我的小孩 我小孩 他出鏡子 就是叫人去簽不同的Petition 為什麼要簽這些Petition 當然是一些很慘的事件 這些很慘的事件 不僅僅是輪近經濟強國 世界各地都有 包括有一個我見到 我覺得很殘忍 很慘 我到現在都未過到的 就是把一個炮掌塞到貓的口裡 Shit 爆到貓沒有下額 流血不止 整個眼球飛了出來 Shopper 然後有人 有人做 香港都有人這樣做 有人帶了他去受醫 然後沒有辦法要人道毀滅 OK 不止這些 把一隻狗剝皮 鑑生 找滾水淋它剝皮 鄰近地區 把一隻小狗 是Puppy 放在明波爐上 大學生 有這件事 在宿舍裡 這些人 你不可以孤識 因為孤識 你不止是養奸 但這個人 他不是純粹是那一下 是有事不滿 考試壓力大 或者被老闆罵 或者被女妃 這些人做得出這些行為 往往是他將來 他能夠practice on人類 他只是一個先道計劃 他一定是很想拿人來做這些事 不過他因為覺得自己 如果現在做這些事 我會付出代價 所以我就拿隻貓 拿隻狗來動 他拿來做practice 但只要他有少許的機會 他都一定會拿人來做實驗 所以這件事 為何呂旺提出這件事 是真的 是普通的 evil 如果他今時今日 他可以對一個手無寸鐵 比他小這麼多 而大家是這麼connect to 自己的子女 寵物 你要知道這個人 就算他自己不喜歡動物 他不是在Facebook 看不到人們分享 貓狗有趣的東西 看到人們like 他知道 他自己不connect 但他知道社會 他怎樣劏待貓狗動物 而他可以go against 而去做這種殘暴的行為 如果你讓他get away with it 他只會escalate 他只會加劇 而其實你看回古今中外 的crime history 那些serial killer 他們是start with 動物 而往往是start with 貓 因為貓是女人 人們覺得貓和女人的性格好 是象徵女性 所以他們把她們自己 可能沒有辦法 在女性上 或情感上得到的滿足 就是在貓身上發洩 那這些人 他們將來 trust me 會escalate 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千萬不要腫容 而我又很長 我們可不可以看過鏡頭 向左邊 看到我的寶貝仔相鏡 好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如果自己家裡有養貓狗的話 我很快說兩句 很快 就是買冰凍的 即急凍的 硬的牛肉回來 你喜歡牛腩 還是免治牛肉 都沒有所謂 然後加雞肉 雞胸肉也可以 雞絲 或者免治雞也可以 兩樣東西 混合起來 就已經夠了 其實 如果你說 我有心機做好些 你可以自己再發訊息給我 我再教你 我那些很浮誇的 但是你簡單又簡單做法 複雜又複雜做法 就不需要說 真的去買乾糧 因為都是那句 如果你知道裡面加些什麼 你不忍心給貓狗吃 所以你給一些新鮮的 你自己吃得的東西 給牠吃 你最安心 還有最簡單就是 牠沒有防腐劑 對牠的身體一定是好很多的 好嗎 還有呢 除了吃東西 照顧那樣東西 我們都留意香港的氣候 到底適合養什麼品種的動物 例如 例如 唐狗是最好的 香港 唐狗是最本地的品種 那牠是華南 最本地的品種 牠是最容易養 對狗的健康 或者對照顧牠的人 亦都可以減少壓力 我亦都聽過 現在很多人喜歡養金毛沉迴犬 我聽過有個外國人 帶著金毛沉迴犬 去鹹鳳凰山 會中暑的 死了 一定中暑的 中暑死了 因為金毛沉迴犬本身是蘇格蘭的 氣候是冷的 那些大的 長毛的動物 你認為牠會在熱帶出現嗎 三十幾度去鹹鳳凰山 那些地方 走上來超過四十度 結果狗仔 是沒有汗線去排汗減熱的 牠只要靠舌頭 那些長的毛 還有比較北方的狗 你怎樣撐住 所以 又見過人在香港養狀狗 那些高原地方 寒冷地方 你下來香港近海的地方 這麼熱 這麼潮濕 你對狗的健康根本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養狗 你自過得來的 盡量養回香港本土氣候 最好養的唐狗 尤其是唐狗給人感覺 是零射中心的 事實上是否感覺不簡單 零射中心的 總之 我們在養狗、養貓之前 盡量想清楚 哪一件事是最適合那隻貓狗 才去領牠回來 和照顧牠 千萬不要恥亂中氣 這兩個很不同的角度 樣子一向都是 天使那邊 我又被女皇踢爆了 我腦裡也有兩把聲 我都養過貓狗 建設社會前 你要做什麼動作 有很多事情可以考慮 一開始小事 你看起來很簡單 我們整個生態環境 我們的社會 理想怎樣的樣子 會關心它 這是很不同的動手方式 剩下時間不太多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還要更新一下大家 特首泡馬仔 居報是明天 居報是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林鄭會辭職 還有會即批 會即批 小公子 我都不想爆 你跟他這麼熟 你知道情況是怎樣 很熟的嗎 很熟的 有沒有料過 很熟的 不用我爆 大家已經看完身邊 他已經全部部署好了 等一星零下 就能做事了 我覺得他的部署 林鄭會不會出聲 都事小 反而大家觀賞另一件事 就是薯片 會不會同步宣佈 同意她辭職 這才是大懸疑 因為今晚的飯局 是另一個相當高能力的飯局 剛才去了 也已經收到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假如薯片要跑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制止到他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真的不理解 因為有一方面的說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他辭職不獲得中央批准的話 他是不能夠參選 因為他不能夠有公職在身 技術上是 技術上是 但他如何闖關呢 所以明天是否真的批准闖關 如果你不讓他闖關 這個更糟糕 擺明大細超 又來玩DQ 林鄭所受的壓力一定會更大 不是受不受壓力那麼簡單 而根本就是人家會拿他來發洩 你明白嗎 不是壓力那麼簡單 現在已經是 顧公這一項 他自己說了 他自己承認 這一項做王的方式是很愚蠢 他想哪有的人應該打我 講顧公 你就想一下康熙為什麼不廢太子 兩次廢太子之後 他不肯再立太子 也不告訴別人我喜歡誰 誰只是把自己的心意 視在乾清宮後面的聖大哥名牌 還立為家法 永遠世世代代不得逆轉呢 現在你這麼快就爆 叫董伯去兩次摟林鄭 這些就一早就把他變成眾矢之的 把目標暴露給人 這些是什麼政治手腕來的 這個陰謀論 未必是習大大的意思來的 這樣就可能是鄰近的 很近的 西環的旨意 也有這個說法 你怎麼又要飛到街上去 這個貓 就說是西環的造王計劃 林鄭 就未必是中央的意思 你知道吧 個個都叫中央 個個都叫阿爺阿爺 個個都扮代表 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今天聽到最重要的訊息 其實如果薯片真的要跑的話 除非你真的DQ他 就沒有人阻止得到 第一他入閘的白票一定夠 做了一個桌子已經在數票了 所以我數到大約320票左右 但是未數其他界別 包括專業團體和商界 因為商界上次也提了大家 還有先前死硬派唐瑩那些 到底會做什麼呢 會不會過票過去呢 唐瑩是支持薯片的 是 大家看回他們是很親密的 就是田少 田少肯定學生了 然後唐堂 還有薯片其實是一家人 田大少說清楚 兩兄弟不同 很有趣 所以如果他這個時候 用一些不同形式的DQ 例如你一定不能辭職一定有公職所身 就不讓你參選了 你是要付出相當大的政治代價 共產黨不會不會計算這條數 沒有人不會計算這條數 所以為什麼這次林鄭顧公那件事 她的政治顧問肯定要打落油 絕對是政治BB 越是靠害 我不知道是不是689送的人給他 可能是送過白宮發炎人 還是老董背後 我不知道老董是靠害還是什麼事 你現在天天佔領中環 天安門和顧公擺在中環 天天就有人去示威 你看到現在 地鐵那些 癱瘓的 拿著手鎖著人臉 保護那塊的廣告板 你真是拿東西來搞 所以為什麼林鄭面對很大的挑戰 就不是說她自己 是不是真是野心大 或是黑人爭議的 反過來 就是這麼多人送這樣的炸彈給她 她照單全收 林鄭奇怪 就是她的政治判斷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之前在另一個節目裡講過 就是我不認為是造王 就是一個個人意見 當然就是我不認為是造王 因為她太大的成本 太貴了 如果你這樣去造一個王 還有你知道香港人現在 你逢什麼都反 他如果用這樣的價錢去做 出來的反效果 他的數字是算不回來 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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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不認為是造王 現在還有很多不同的陰謀論 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其實是西環造王 有個說法是怎樣 其實真正陰點左 就是握握手的薯片哥哥 也一樣說 其實想林鄭跑出那個 不斷放假封出來的那個 其實是西環來的 但是西環不會放一個故宮 在你西九的 對 他沒有能力做這件事 他沒有能力做這件事 但是 有誰有能力呢 今天只有雜包子有能力 這裡也有一個 catch 很過癮的家貨 因為那個contact point 其實是未需要上到雜包子那裡 你看起來好像有故宮 但其實不是 是故宮博物園 還有有一些贊助人談過 林鄭就非常熱情的 覺得是一個正的project 因為反正有某位前馬會的領導人 包了底三十幾億 所以就是說 所有人都送過去 搞清楚看錢的關係 全部都是送過去 而故宮的關係 是某位地產商 長期作為贊助人 而拿回來的關係 這件事我覺得有得相確的 因為故宮博物園的院長 阿楊認識的 我們上一集在禁室裡也有說過 他很熱心地想展示 香港不是第一次展出 故宮 中國故宮的展品 一直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放在沙田 你放在尖沙咀 都沒有問題 博物館擺過 大學都有 但為什麼現在這麼大意見 是因為為什麼你要 褫奪別人本身的表演場地 變成了故宮博物館 這樣大家就吵了 當然也有人吵了 你沒有公開諮詢 現在大家都聽到了 三十五億 你馬會肯出 就可以繞過了 然後現在又去到 說建築師 總之你見到問題是很多 連環包 連環包 這個連環包 像不像是造王 造王做到這樣 他都很會死 說真的 中央會不會這樣 好像靠害 沒錯 但是這個靠害 是政治判斷不正確的副產品 還是真的靠害 我覺得 老實說 造王這個價錢 這個人力物力 他做不像 這個人力物力資源 走去洩他 亦都不像 我覺得是一連串的愚蠢 大田少說的 笨是笨 純粹是笨 走去 你可能是笨 在背後有很多不同的計算 這些全部都是一種聰明的角度去想 但是我感覺是笨 純粹是低 笨即是笨 就是笨 朱那麼笨 你以為這一樣東西 應該好 那拿來立即行 何不知 引起出來 原來是一個反效果 令到個個都很沒人,還令到中央都非常沒面子 但我認為習包子在背後,或者是文化局在背後 因為你畢竟要建一塊東西在香港正中央的地方 我覺得不單純是一個地方勢力 其實鏡頭倒回頭,有類似的情況發生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我還寫過 當年有人自認很審默,走到北京去爭取自由行 記不記得有個反應,北京當局負責人苦口婆心勸道一句說話 開了的東西收不回,香港又沒有承受能力 然後有人說他爭取自由行回來 其實李弘有一樣討論,可能也不能說錯 這麽大件事,關乎國家面子,怎麽會摘包子 不知道啊,問題是知還是知? 如果你看回先前自由行那一下 這個comment的話 類似的東西都可能會出現過 就是說,是大禮啊,你想爭取是沒問題的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處理到啊,我相信不會有人說這句說話 因為這些,阿仰明白北京的意識形態,戰線的敏感 他怎麽會不明白啊,這些敏感的東西 但是有什麽可能在這麽僵呢 前面搞事那班真是不明白啊 力排中耳 力排中耳啦,還有是不是還有時而勢逆這個factor在裏面呢 就是說當年爭取自由行的時候呢 我們也記得啦 那時候的國家主席領導人 和香港市的市長呢 就不是現在這個組合來的 那現在這個組合就是怎樣的精彩 大家明白啦 有這個大陸就有709事件 就是維權律師集體被圍捕 家人被憂禁 大搜捕 這一個也是在爭取自由行的事之後 是兩個period來的 然後現在的香港市長是怎麽一回事 大家已經將它的spotlight轉移在他旁邊的市長身上 那我覺得就是 你看看最近這個十八大 或者是不同的會議 你看到輪近地區 中南海的局勢 他們是很不同的 那個變化就是 現在集包子上了台之後 他不論在軍事上面 以及政治局裡面 包括國家政策各方面 你看到他一直這樣收權 一直收到只是集中 如果是一人身上 那麼要micromanage 不要說濫權 那麼高度集中要集權的人 這個集核心 他會不會真的 在沒有他首肯的情況下發生這件事 那為何不是發生在上海 不是深圳 不是成都 或者甚至我們說這個 那個叫做什麽呢 那個 我們的朋友有酒莊的地方叫什麽名 山西 山西 為何不是在那些地方 建一個故宮博物館 又在香港 我就覺得和這個 港獨之父六八九的爭取是有關的 如果你不是大大力量 又說這個民族自決 是吧 說學院的話 其實這個港獨就不會炒得這麽大 你不炒得這麽大 我就覺得不需要放一個故宮博物館 在這裏 即是倡導這個 中港融合 他有沒有搞錯了 文化上的中港融合 他以為是香港人之所謂反 都是因為不認識中國 那問題就是 這個不是背道而馳 都說了 不要只練著爭也會寫出這個項目 大家都不斷說這件事 中港有個區間在這裏 是雙方最好的處理方式 問題是他們的腦未必是懂得這樣想 是吧 用一個屁股來思想 這些人 你沒有了中港區間的話 所有人手當其衝 直接衝不上北京 就不簡單 青年之所以 要佔中某某某 是因為不認識中國歷史 那便要整個故宮 讓你認識一下 有這種意識 為什麼現在要重新修訂 中國歷史課題 然後要必修選科 加上故宮博物館 我覺得是一脈相成的事 問題就是人蠢無若衣 我更加難聽 根本是月亮俱崇拜 嘲嘲崇拜 就擺在這裏 要你們 像一個文化 紀念碑 一個神碑 去歌功頌德 即是你的華夏文化的原由 在這裏 要你認識 最新的個案子 所謂中史 都不是容易教的 原因就是八年抗戰 變成十四年抗戰 十四年抗戰 意識形態戰 可以是說得通的 由九一八開始 不過 他如果說是因為 一九三七年前 是有中共領導的東北抗日遊擊隊 什麼什麼什麼 想將共產黨 由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 那個抗日的功勞 拿上身 真是愚蠢的 當年抗日 即是九一八的時候 剛剛在做什麼 是 蔣介石第三次圍攻瑞金的中央蘇區 瑞金在哪裡 在江西 那關你東北什麼事 成千里遠 說真的 都說了 你要說十四年的話 還愚蠢一件事 是不是由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地方 殺中國人 開始算起 你叫做中日戰爭 這樣就很過癮 你這樣抗戰爭 不用說了 抗戰爭 一九三一年 你可以說 還是東北 一九二八年 你記不記得 蔣介石北伐統一的時候 經過濟南 濟南慘案 那時候好像是一九二七年了 是啊 但是濟南慘案那一段 就跟香港事了 陳芳芳生的阿爺 方鎮武將軍殺到濟南 就被日軍在那裡挑釁他 日軍就是難途折擊 不讓你北伐 不讓你統一 是啊 大哥 如果這樣 你也不是叫做中日戰爭的 那為什麼要九一八計算起 一九二八年 濟南慘案 一樣是中日戰爭來的 你也不計 是啊 還有一個 你說是因為 中共的遊擊隊 在一九三一年之後 在東北搞抗日 什麼什麼什麼 到了他這個 第五次為主的時候 蔣介石第五次為主中央蘇區的時候 他要走爛 叫做長征 他說北上抗日 結果他的突破是怎樣 他跑去西邊 去西北 去東北 西北那時候哪有日軍 日軍一直都沒有去到西北 他就去走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大哥 他去重整軍 走爛 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同樣道理 死了九成 同樣道理 就是等於香港那個 三零八月抗日那段時間 主要是英國佬打的 他現在忽然之間又說 你們這些傢伙紀念英國佬不對 還有很多加拿大兵 要紀念東江遊擊隊 大哥 我覺得公道地說 東江遊擊隊的確是在英軍投降之後 在香港的郊野地區是有遊擊戰爭的 這是事實 但是不能夠因為有東江遊擊隊抗日 而去否定英軍當年 第一樣 第二樣 第二個問題就是 東江遊擊隊是不是就關共產黨事先 你想清楚 因為東江遊擊隊的那些兄弟 在廣州每年都有聚會 我都有跟他們打交道 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東江遊擊隊 是很多不同的組織 相對來說比較獨立 他們真的是遊擊隊 總之你是抗日的 就可以參加遊擊隊 還有你看看當時的指揮和安排 是什麼戰爭組織在做 你關於共產黨什麼事 大佬 那時候他主要都是躲在閃北 另一支新四軍還留在江西那邊 後來被蔣介石鎮壓了 他偷襲不成被人反選 所以基本上這個所謂中國歷史 你是要認識真正的中國歷史 我們絕對贊成 個個變成反共 很大件事 所以為什麼要留一個中港區間 所謂模糊邏輯 反而對中共是最有利的 你不相信的話 你現在看看現在搞成什麼死養 你不相信 現在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勉強融合 你試試真正強力推行全面融合 那要發生什麼事 到時真是天下大亂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這樣令到香港年輕一代 更加追求真相 迫你醒 迫你醒 他們以前完全讀歷史 現在你看網上那些 二十幾歲 他已經分析了整個 因為網上資訊是流通自由 你要拿你不會拿不到 唯一的問題就是 你懂得判斷什麼真假 你封鎖 只准用百度 不准香港用Google 不准香港用Facebook 這個是我覺得遲早的事 你看到很鄰近的澳門 都已經說上不到蘋果 或者是有些時候大時大節 連Facebook也上不到 其實他不會做不出的 而且這根本是下一步 因為他既然是要給你一個 Scream的版本 Scripted的版本 他自然不可以給你比照到真相 所以這個到時就是指日可待 到時真的要炒大鑊 當你不可以用Facebook 你只可以用這個 叫做什麼 大陸叫做什麼 人人 他Facebook叫做人人 人人 兩個人 他有這樣的東西嗎 有有有 A for Facebook 人人 很過癮的 很興奮我不會 Google就叫做百度 Youtube也不行 Yoku 就是這樣 Pokemon Go 現在出了一個不知什麼遊戲 但是之所以說沒用 為什麼呢 除非你香港閉關鎖國 否則會說你不可能阻止資訊流通 那阻止資訊流通 誰吃虧呢 你紅色資本他吃虧多少 他死定了 殺人一萬 那時候他不只自選三千 他攬炒而已 我不知道怎樣可憐他 所以其實應該真的盡量保持香港特定 香港區間是很重要的 對中國也很重要 香港人很理性 是不會說走遠 搞什麼港獨 不會 不過是有人故意去製造這件事 製造這個輿論 然後呢 講最多 港獨的 你聽什麼報紙講最多 就是愛國報紙講最多 那個獨字 其他報紙 就是三個字 那兩份報紙 就是啊 這件事也是 薯條有一樣先天的劣勢 是什麼家科呢 相對來說 他在港英政府打工這麼久 不多不少 雜染了那些蠻疑的遺風 就是相對寬容 相對寬容 對於某些人來說 就很不舒服 我自己有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99年的時候 當時因為之前射過幾年台海飛彈 1995年 有一個年輕的所謂學者 經過福建對台海看到金門 我們就要打台灣什麼什麼什麼 他知道我調戲不相信 就說 他就想看看我愛不愛國還是漢奸 立刻斬過二分發 如果台灣搞獨立那怎麼辦 就是說如果我贊成 那就是我認同他 出兵 我不贊成那我就漢奸 我不認同出兵 這樣嗎 我說 誰說台灣有獨立 他立刻收聲 因為他看來看都是人民日報 他不可能在我面前說 人民日報說台灣有獨立 你讀多少歷史都是沒有腦子 你這樣說 是不是 一句就要你收皮 很多這些 你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在台做決戰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是 我做得放一點 因為是沒有視像 那我就說 動起雙腳 口門難飛 然後說得很興奮 那時候 我覺得另一個原因 就是聽眾沒有留言 那時候我們三個人都在吹水 拿著麥克風 不理會 說什麼 他喜歡聽不喜歡聽不理會 不理會他 說得更加放 我不是去紐約回來 是否參加法會 有一個神仙姐姐 又稱神經姐姐 今時今日我還是看到他 在他的微信上面 貼文後 又貼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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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感覺有些貼文後 貼文後 貼文後 那不關事 你們兩個 先坐在一起 你不要迫害阿楊 沒有騙阿楊 沒有騙阿楊 大哥什麼事 這世上真的多得有這些人 為什麼呢 麻塞很神奇 這次誇張一點 達賴拉麻瑜 雜包包 嘩嘩嘩 嘩嘩 天下太平 他們以共產黨的意識到現在 他們都是不明白 為什麼西藏人 拿中央給那麼多好處 他們都不受 他們另一件事也不明白 就是 為什麼西方人 會認同這麼落後 這麼迷信 他們叫做迷信 不是我說的 叫做藏傳佛教 不看頭地這樣拜 是不是 不認同我們現代法的路 他們認同西藏那一套 他們都不明白 都現在都 是不是 所以當年 達賴拉麻叫人不要 要愛護動物 我們今天說 是 是 是 購買藏羚羊的圍巾筋 頸巾 因為偷獵很厲害 結果 中國本來有保護藏羚羊的政策 竟然有些地方官說 要跟達賴打敵 敵人反對的 我們就要贊成 結果 殺更加一波的藏羚羊 這些也是瘋狂的 這些人 那種政治鬥爭意識 就是鬥爭思維 永遠放在最頂 世間文明就沒有辦法接軌 仍然是在江山瑞金時代 那套受尊思維 剛才那個神經姐姐 就是達賴喇嘛 再加習近平 那些相片 而另外一個 是在內地企業做到很大的 住在香港 當然資金當然在香港 人固然在香港 當然袋裡面有一個綠卡 他就是愛國愛國 很愛國 但是又很愛這個 是一個佛教的 佛教徒來的 自稱 但是呢 打日本仔 打死他們 快點開戰 港獨 台獨 掃平他 這一群人 腦袋分開了兩邊 你不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愛國 但又可以持綠卡 然後他愛國 但他又是佛教徒 然後他又說要打日本仔 即他是佛教徒 又去打日本仔 他又信藏著佛教 但是他又崇拜習近平 我完全沒有辦法 阿芷華 這個名句不是說 這個勢態就是你不瘋 即是不正常 其實現在是整個 我感覺是整個中國 他那個人的思想是 嚴重 他是這樣 純粹是個人的利益出發 不是啊 另一個人最可怕的是什麼 精神分裂 不是精神分裂 那樣子很過癮 那樣子很過癮 那些人 在一個仇害人的情況下 他沒有辦法理性地面對自己 而變狼狀態 即是你想想北京的情況 明明是霧霧 明明是毒氣 是毒霧森林來的 北京市下什麼命令 不要煎炸 禁止你煎炒煮炸 還有不要BBQ 難道他可以叫人 不要製造毒氣嗎 難道他可以說老實說話 叫人不要製造毒氣嗎 於是拿藥少來出氣 你明白嗎 一脈相承 你看到人們很殘忍地對待小動物 其實他們就是小動物 是有人很殘忍地對付牠 反射作用 找生存空間 亦都令自己心裡好過 沒有辦法挑戰 做中國人要愛國 我道德上我有愛國 精神上我又有佛祖保佑 而荷包上有美金保佑 有六卡 有六卡可以隨時去美國 荷包上隨時可以有美金 他就想去拿盡現在自己可以拿到的好處 但其實是精神分裂的 精神分裂得來可以拿到 可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到 你精神分裂生存不到 不瘋子就是不正常 是的 所以我跟他說 哪一個在說台獨 他就收聲 不去跟我說 但他都比較正常 因為他發覺他面對不到自己 他面對不到自己便不出聲 現在面對不到自己 都還要呱呱吵 是上升到另一個階梯 所以我覺得這次 說特首跑馬仔的話 我覺得我好像中了 我好像不是登神 我說薯片的機會都不是太高 我一直都覺得 我覺得他不是很得到中央的信任 你看到他這麼長時間都不批 然後如果林鄭申請 就可能即批 可能還好像我這樣 在數票 但是真的 說真的 就是剛才說的 如果他強行DQ他 或者不同的認識 後果很嚴重的 已經即時會引起很大反彈 如果真的DQ薯片的話 我覺得到時泛民是不能投他們 就會投胡官 因為胡官是最重要的 如果葉劉加林鄭加胡官 你只能夠投誰 即使你不要說泛民 就算那些本來撐薯片商界 或者是本來唐營那些商界 屈滿了五年 現在你用這樣的手段 硬壓下來 他們這班人 這不是投票的問題 你說 不是投票的問題 背後有很多事情 或者是這班 所謂可以順暢氣的話 就叫你去投票 你試試那些人 真的實權在握那些人 你連投票都不讓他們投票 就被DQ了 胡叔南 你猜一下有發生什麼事 你有得投票 不過我不讓你選 不要以為那些人會鼓聲吞了他 他們已經屈滿了五年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六八九和本地商界的關係 有多惡劣 大家都很明白 現在已經直接明挂了 以前已經是這樣 我也聽過 他有機會當初說 這麼嚴重? 他和商界的關係真的非常差 屈滿了五年 現在你說強硬DQ一個 我們想要選的人 而強行握六八九路線的另一個人 給我們 很多事情 而這班人不是普通的泛民 他們有財雄世代 背後可以動用很多人力物力出來 而在背後動用出來 他們不用自己親自上街 泛民最多上街舉一下旗 都已經沒有什麼力量了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的不穩定欣賞 很好 萬眾期待明天了 好啊 好啊 好戲在後頭 一於這樣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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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